请重用手指 请重用手指 超重 无法识别 那你先来吧 嗨 我知道你是我们那边的新租客 没想到会这么巧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胖妞就好了 反正不管我说多少遍我的名字 别人都只喜欢叫我胖妞 你怎么这么胖啊 这么胖怎么找男朋友 哎呀 怎么男生都没人来换水啊 我怎么踩得动呀 哎 胖妞 你来踩一下 你的力气应该不属男生 哦 真厉害的牛啊 不是让我真是没白帐 我来帮你 谢谢你 胖妞 每天都吃这么多 公司都被你吃完了吧 胖就是病 胖就是原罪 你再说一遍 谁有罪 说的就是他 关你什么事 吃你家大米的吗 用你家布料了吗 大家不都是百来斤吗 你十斤呢 我可没有一百斤 我不管你几斤几两 只管这么宽的话 不如我来管管你 你谁啊 你怎么管我 这床写字楼都是我的 如果你认我不爽 你不续租 真会开玩笑 如果你说胖是原罪 那丑更是原罪 而你更是罪加一等 你 哎 东东 我们讨论一下 那个虚租的问题吧 我刚刚只是开玩笑 不好意思 开玩笑 你可不是开玩笑 你只是没礼貌 把自己的优越感 接下来对别人的嘲笑之上 没有人会碰得起你 我 我只是提醒他开心 提醒 那我也提醒提醒你 胖是有机会不用瘦 你丑是一辈子的头 我丑 我丑 向他道歉 对不起 没吃饭吗 大点上 对不起 哎 长东 那我们虚租的问题呢 虚租可以 把他开玩笑 五千块钱 对你来说不光是小数目 这根本不是 钱多钱少的问题 可我真的很需要钱 你不是说光 会对我负责到底的吗 你走吧 你会不要再来找我 你别我等着 我要退租 不想租你这种虚伪的房东的房子了 阿凯 不是这样的 解释就是掩饰 我 我也要退租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就是啊 之前我再捐款 捐这么多 可能就是装的 这房东就是个 对啊对啊 虚伪 太敢了 就是很假 你就不应该想到他 就不应该想到他 就不应该想到他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 你明明他无依无靠 你能资助他 真是太好了 我只希望他能够成长 年一个对社会有任何能力 这是生活的 这也太多了 我一百就可以了 这个月你还没给我钱 五千 明烈 你上大学了 该自立了 可是是你说过 要资助我读完书的 是没错 可是你这些年 变本加力向我索取 而且也没有好好读书 端正做人 这已经偏离了 我帮助你的出招 废话 怎么会给钱 你凶我 五千对你来说 不过是小数目 这根本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小卷 是不是得了什么人啊 小卷外场上 贴满了满人的话 是时候让大家知道真相 来到救赎之旅 小卷 小卷